大家好 我那个家里有一些用过的一些饮料罐子 塑料瓶还有一些易拉罐 我们今天我去这个加拿大这个废品回收站里头 给它进行一下回收 看看加拿大的这个废品回收站是怎么样一个运作 现在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大概有30个塑料瓶子 大家看一下视频 大家好 我现在那个家里有一些用就是喝完剩下的饮料瓶子 其中有那个可乐的塑料瓶子 还有一些易拉罐 其中主要是两种类型 一种是饮料瓶子和易拉罐 还有一些就是喝完的啤酒的易拉罐 今天呢准备去废品回收站上去给它 就是换了换了 进行废品回收 可以那个就是换一些钱来 看看就是我大概这些 这是用过的这些废品塑料瓶子和易拉罐 可以换回多少钱 我这里大概总共能有个30个吧 一共30个塑料瓶子加上易拉罐 然后现在我就去它那个废品回收站里头 然后去换一下看看 这30个大概在加拿大这里可以换回多少钱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去梳理的 在104届边上的有一个废品回收站 叫雷腾8 到那里把这个塑料瓶子给它去回收一下 现在我们开始出发 我现在呢转到要转到104届上 104届上有一个废品回收站 我们到那里头去把废品然后让它回收一下 看看能换回多少钱 这个废品回收站名字叫雷腾8 现在在104届下转到204届下转到1达 可以不是哈维操一下 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收站 但是我们倒下转到1达 这样的水平 我都给我觉得他 我想谈一下 我可以不做一个大小的 我可以帮打开 我现在就开始 这就是这个废品辉州站里面的一个场景 这就是这个废品辉州站里面的地方 下面我就去到这个里面去把他这个废品 然后回收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废品回收站 它叫Bottle Deport Recycle 就是废品 这是加拿大指定的一个废品回收公司 我现在已经把塑料瓶子进行了回收 然后换回了大概多少钱呢 给大家看一下 30个瓶子 其中大概有6个是啤酒一拉罐 其他的是普通的缩绕瓶和一拉罐 一共换回了2块3加币 这个废品回收还是有些价值的 那么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加拿大废品回收 它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情况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